当其他明星来李佳琪直播间 大家好 高永乐 当金晶来李佳琪直播间 第一位 金晶队长第五季 开始了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聊天过程中出现了 体重 黄瘦 痴 谁说了这样的字 就立马发外面不毛 可以我给你电话话肯哦 我只想说啊 因为我们的话题来来去 这个是谁 哈哈 来 说哪几个 第一个 体重 啊啊啊啊啊啊 可以我给对方挖苦 我太善良了 好 既然要玩这么大 你等着 我们就看谁的死财力比较雄厚 哈哈哈哈 听出某些人在前几天谋诉我 说我很久没跟他联系 就连春节都没有招呼一声 明明我给你发了消息 你完全对我不知不敌 后来我反思了一下 他也有理由 这只不理由我给他发的是那个 他回老家 坐在一圈 就这样 好了啊 这是我最不堪 这是我们家乡的明星 比佳琪 比较深 你在那里阴阳怪奇 怎么鬼啦 老家的同事们同学们 他让你激动 好不容易出了个明星 回家过个年 还给我买臭脸 你说说有多少美眉 家乡的美眉 我已经花了钱 你笑一下怎么啦 是我们家的明星 李佳琪先生 到我们老家来了 我那天刚把完牙齿 我嘴巴不能动 然后整个大发烧 春节的时候你的饮食 有没有什么要注重的 饮食清淡 高蛋白 少碳水 所以有没有 就整个指标下去 哪方面的指标 血压是下去的 那些好事的网友 先把我提中 改成 这么抠的女明星 终于发钱啦 这是我们家的明星 李佳琪 大家来看看 李佳琪全都 但是我觉得佳琪的这个表现呢 是现在的一种风格 就是不原意 说到不原意 老板 我想 要不要出来一下 不由你也别动 不由你 哎 我哪现在不懂我了呢 太久没联系了 这也不到你能力跟这 李佳琪是李金座 我能有几次机会 十一次机会吗 说错一次发一万元无毛 啊 说不错 李佳琪是哪里人 我知道佛兰啊 因为那个拍她那个视频 不然 所以我说 我们家的明星 李金康 你真的很讨厌 audit至练 李佳琪 有力 期了 值得下 没有 不没 回头 喜 隟